二大中報 君悅酒店推管理發展計劃為員工提供進聲通道 2015年7月10日 套滿新聞 P05本部記者廣州專店 三天兩夜的澳門君悅酒店管理發展計劃 2015參觀交勞活動於昨日圓美樂校圍幕 透過參訪者每月酒店及其他品牌酒店的方式 學員們均表示獲益良多 澳門君悅酒店進修及培訓發展總監希寶麗指出 管理技能士進升成為領導層的重要一環 該項計劃主要為員工提供基本的管理技巧、溝通方式 及時間與工作管理等課程培訓 希望藉此鼓勵員工開拓視野、向上流動 從而建立良好的事業發展規劃 昨日常午九時 澳門君悅酒店管理發展計劃一行參訪了 其者梅悅酒店廣州君悅酒店 放置於廣州君悅宴會廳回廊裡 號稱變形金剛的霸引起了學員們的關注 有學生認為 折疊式的霸不僅可以達到善於利用空間的功能 還可以大級顧客不一樣的驚喜體驗 隨後 橫至二十二樓的空中花園 當衝動婆娑的竹子映入眼廉時 學員們眼前一亮 廣州君悅酒店的同事介紹 該座花園設計靈感源自中國傳統文化 融合現代感的點綴 主要是通過空中園橋與酒店主流相連 擁有十三個各具特色的套房式豪華包間 學員們參訪了以秋天為主題的包間 並向廣州君悅的同事詢問了房價 人均消費及預定情況等問題 上午十一時 結束廣州君悅酒店的參訪 學員們一行繼續前往其他品牌酒店 廣州W.酒店進行交流學習 就酒店的設計元素 主題套房的運營 顧客體驗及提升服務質素等議題交換意見 澳門君悅酒店進修及培訓發展部主任林博文指出 員工須通過自戰或部門主管推薦的方式 才可加入管理發展計劃 成功者表明該員工屬於有潛質成為管理層的精英 是一種母 的榮耀 他認為該項計劃類似於迷你版的M.B.N. 立足於酒店的實際需要 給員工量新訂造了最適合的課程 被問及參觀那麼多姐妹酒店和其他品牌酒店後有何感想 他認為澳門君悅酒店的餐廳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 例如餐與餐具的擺放等 建議酒店在設計時可多加色零顧客驚喜的元素 讓公司員工接觸不同品牌的酒店、知識行業與世界的趨勢 並從中取長保短一直視澳門君悅酒店的培訓理念 澳門君悅酒店人力資源總監下局初表示 管理發展計劃每年都會有新的上市 今年比較特別 首次參訪了其他品牌的酒店 他稱參加這次管理發展計劃的學員軍事酒店骨幹成員 未來會在計劃中加插一些新元素 例如邀請水母間的管理人員分享團隊合作經驗等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令員工明白 公司高層與他們並非上級與下屬的關係 二是夥伴關係 公司會陪伴他們一起成長 給予他們良好的事業生涯 澳門君悅酒店進修及培訓發展總監希寶麗透露 在往價一百多名的學員中 現時有55%已獲得晉升 並繼續留任澳門君悅 他稱 管理技能士晉升成為領導層的重要一環 該項計劃主要為員工提供基本的管理技巧 溝通方式及時間與工作管理等培訓 他認為 今年新增的參訪其他品牌酒店的活動令員工開拓時夜 將優秀的管理經驗帶回澳門君悅 未來將一如既往的密切跟進員工們的進度和表現 並保持恆常的溝通機制 以了解他們對自我事業發展的期望與規劃 讓我留意看到 你會忘記了 我先忘記了 你會忘記了 你會忘記了 你會忘記了